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如此重要的角色 随着时代的推移 似乎正在逐渐退出舞台 因此为了让乡议文化再度发扬光大 成文中三兄弟将自家的工厂改建 成立了新港乡议文化园区 那时候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乡产略而已 后来我开始参与的时候 我92年在中正修了一本创意行销的课程 那个课程里面让我得到很多的信息是 台湾的传统产略 西洋产略 它怎么去转型升级 所以我就是这个动机开始 把这个传统乡略转型为文化创意产略 所以设立这个文化馆 这个文化园区 最主要还是因为 传统乡略是一个西洋产略 又设到中国大陆的低价香品 请销台湾的冲击 而不得不转型 细细的一根香 却存在了许许多多人的信仰 而信香的背后 也隐藏了至香师傅们 打磨了无数个春秋的精湛记忆 进水转香 轮香 气香 这四个动作 师傅他是一整天都在这边 做这四个动作 反反复复 总共一百台斤要走四次 要准备要做的是 要去买香药厂买烟无料 我就跟老闆要一百斤撈三分 那老闆就说 撈三分 你要对焦吗 我就没有讲话 他就看着我 撈三的 依三的来说 印度会更好 印尼东加地湾飞浸 农中有春撈三 一张撈三球 撈三金 撈三头 撈三的基金分 四百八百十六百 三十几百 撈三十四百 你必须要做一支 配合政府政策 与上课受到的启发 再加上细阳产业的冲击 种种的医素 让陈文中在机缘巧合下 当起了新港产业转型的领头羊 以自家产业的炙香工厂 作为起点 让产业文化化 其实整个转型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产业文化化 产业文化化以后 把它附加在我们产品的附加价值上面 但是这些 在中华文化传承里面的乡文化 其实有很深的内涵 所以产业文化化以后 现在要做什么 把文化再产业化 而除了自家的乡意转型外 陈文中也希望可以同时推动新港 让特色产业一起成长 让新港可以成为新港人 愿意回流的所在 所以我要有成立一个回家文创 那一个回家文创 它有它最重要的 就是要带动新港 有两个重点 为什么会用回家 回家的意思就是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有很多的外漂的新港人 他可能到台北 他现在六七十岁了 变成有个成功的情人家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回家回新港 他回来新港拖子 办厂 那打造 让新港在地人 或是家一些人 不要再外漂 千年会留在故乡 点燃献香 飘渺的是过往白烟 与献香为伍多年 新港人希望借由相议文创园区 让大家对于献香的这份感情与信仰 可以持续传递下去 并且让献香不再单纯只是信仰的明界 更可以成为让地方进步的金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